各位同学大家好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继承的基本概念 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隐藏方法的知识点 当我们从负类当继承一个负类 那么也就从负类当中继承了数据成员和函数成员 也就是属性和方法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删除继类当中的任何成员 就相当于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基因 我们不能改变它 不能删除它 那么但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 隐藏负类的方法 让负类的方法不显现 让这个基因让它变成隐性基因 而显示我们子类当中心定义的成员 那么这种方法就叫隐藏 那么总的来说 隐藏就是通过定义同名的成员 来隐藏基类的成员 具体来讲 那么分为屏蔽数据成员 就隐藏数据成员 隐藏函数或者说隐藏方法 如果要隐藏数据成员 在派生论中只要声明名称相同 类型相同的成员即可 非常简单 那么关键就是隐藏函数成员 隐藏函数成员的时候 那么我们需要声明 带有相同函数签名的成员 相同的函数签名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函数名相同 具有相同的参数个数 这个函数或者是这个方法 具有相同的参数个数 那个参数类型 但是这里并不包括返回类型 注意相同的函数签名 是指参数列表相同和函数名相同 并不包括返回类型 好 那么当我们有意的想要隐藏 或者说屏蔽 积累继承 从积累继承的成员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让编译器知道 在前面添加一个new关键字 其实同时也是对我们自己编程的一种提示 加一个new关键字 那么很多编译器当中如果你不加new关键字 会报一警告 像我们vs编译器 那么就直接报一凑 一会儿我们会看到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示意图 那么这里假装有一个宠物的类 就像我们上节在我们上节课的基础上 上节课我们讲了一个宠物的类 那么有每种宠物的类呢 有一个名字 有一个打印宠物名字的方法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编写一个bog的类 编写一个狗狗的类 这狗狗的类呢 继承自宠物的类 因为狗狗是一种宠物 好 那么我们宠物类呢 把所有的狗狗猫猫 是吧 阿猫阿狗 它们的共性提出来 比如名字和打印名字 这个属性和这个方法提取出来作为鸡类 狗狗继承这个积累以后 那么同样当然也继承了它的名字和打印的这个方法 那么但是我们这个狗狗呢 我们不想沿用啊 就是说积累当中的print name这个方法 复利当中的方法 想要有所突破啊 有点个性 那么想要实现一个自己的方法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屏蔽 那么积累的成员 那么自己通过一个new关键字 定一个同名的同签名的函数签名 相同的方法 那么我们来实践当中看一下效果 好 这是我们上节课写的一个类 这里有个狗狗类 这里有个猫猫类 我们先运行一下看看结果 啊 宠物的名字是杰克 宠物的名字是汤姆 猫的名字是汤姆 狗的名字是杰克 好 那么我们想要屏蔽这个暗数 屏蔽 我们加入啊 想要这么做 那么我们要加个new关键字 是吧 好 那么我们怎么屏蔽呢 我们假如想要打成中文是吧 就宠物的名字是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看 当调用狗狗这个类 狗狗这个类的时候 到个这个对象的时候 调用print name的时候 调用的是积累当中的print name呢 还是我们通过new关键字声明的一个隐藏复类方法的这个方法呢 好 看 变成了中文 说明隐藏成功了 如果我们去掉new关键字会发生什么呢 哦 去new关键字也可以重新编译一下 好 发现这里有了一个绿色的波浪号 如果我们执行呢 执行也是可以执行 但这出现一个警告 是吧 出现一个警告 好 也就是说最好 我们还是加上new关键字 好 最好是加上new关键字 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啊 那么即便这里没有中文主示 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知道 好 我们这个函数这个方法是屏蔽了负类对象当中的同名同签名的方法 好 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